还要来看到俄乌战争的部分 现在一周之内 这是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一周之内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当中 消灭了一万多名的乌克兰军人 另外也对能源步标还有机场 进行了38次的集体打击 现在有人说泽伦斯基是不是懵了 他是怂了吗 因为泽伦斯基 根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他的说法是 泽伦斯基其实禁止的是 跟普丁进行谈判 而不是完全禁止跟俄罗斯代表谈判 我先回应一下说 这个部分由 这个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讲的 表示看得出来 他们似乎想要留一个 留一手后路 让这个到时候如果真的跟俄罗斯 在战场上的这个状况将局 没有办法 短期内有一个结果出现的时候 俄乌之间的谈判 是不是除了普丁之外 把普丁排除 其他的那个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的高层 他们的杜马的这个国会议长 或者是他们其他能够代表军方的这个人 比如说国防部长 这些都可以谈的话 也不是不可能 我想他们可能表达的意思 除了 因为等于泽伦斯基 现在乌克兰后面就是北约 还有美国在撑腰 他们会这样讲 也就表示各自感受到一些压力 因为俄乌双方一定死伤非常的惨重 达了这两年多下来 那可是他忽略掉 俄罗斯里面还是普丁说了算 因为普丁连任成功之后 他的任期 毫无疑问的可以做完这个 这一任六年任期已经超过三十年 算是俄罗斯极端民主主义专家所形容的 这两百多年俄罗斯的历史上 任期最长的这个领导人物 所以普丁当之无愧 没有办法拉下他 除非你绕过普丁 那至于刚刚讲的这个 以色列这个签署的事情 这是问题在于 以色列是冲过头了 因为你看他在前几天 十月九号十号 他连黎巴嫩南部边境 就是以离边境的这个地方 被联合国化为蓝线的区域 联合国有驻扎 UN的维和部队在那里 然后有爱尔兰军在那边 就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的成员 他的这个廖望塔 跟旁边的军事巨连 都被以色列砲击 造成两名爱尔兰的军人重伤 等于联合国维和部队受伤了 以色列想要的是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 我要打尼巴嫩真主党 你们最好给我让开 否则我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这是以色列想的计划 你挡在我前方 我告诉你你不让你不撤 那我就打你刚刚好你活该 那联合国当然就很火大 古特雷斯为什么被这个以色列 列为这不受欢迎的人物 而是一直以来 以色列始终认为 从去年十月七号 被这个哈马斯发动启息之后 他一直认为联合国没有帮他讲话 然后古特雷斯没有在他这边 还有这个纳坦雅乌 上次去联合国大会演说的时候 他一演说台下的那个各国的代表 几乎全部跑光光 就不愿意坐在那边 你就很不给他面子 他也认为联合国也没有处理 这个事情 也没有处理好 所以以色列一直认为 把这个头仗这笔仗算在这个古特雷斯的头上 然后也认为是联合国是偏袒 但不要忘记联合国有常任理事国五个国家 包括中国跟俄罗斯和美国英国法国 那这次中国法国俄罗斯三个常任理事国 都认为说你联合国还有包括其他一百多个国家签署 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 在加萨走廊这些的 他的一个军事行动 以及他这次针对黎巴嫩 然后还有包括之前的BB扣的爆炸 一直到这次的炮击轰炸黎巴嫩 做到让很多的这个国家都反感 连美国都出现两派的意见 都影响到美国总统大选 连这个川普或者是贺锦丁 都不太敢去谈这个 但无奈于美国英国 尤其是美国里面 有多少被这个犹太医的人士 所绑住绑持住 所以影响了美国政治 所以美国英国当然散一边 我最好不要谈 影响到我自己的权利 因为他们里面上流这位精英 上成这位 几乎很多是犹太医人 说是他们的金主都是这样 所以美国前两 去年到今年都还发生过 很多的美国大学校园示威 就因为这个反犹太的这个状况 越来越明显还被压下来 所以每一没签 那是符合他们的国内政情 因为跟犹太医跟以色列有关 而其他国家都是因为看不下去 那你可以说夹杂的恶物的这个因素 但不管怎么样 以色列这一次的行动 和这一次对于想要 欺面开战的这个状况 似乎并没有在国际社会 得到很多的支持 只能说他是甚至有点 势单利固 但是他还是硬干 对以色列的国际宣传来讲 也不是好事 同样的 现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 还有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也说 伊朗正在考虑要退出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其实赎罪日 在犹太教来讲的话 这些是他们的这种 就是安息日了 包括不能连饭都不能吃 要彻底的休息 居然说是以色列在这个时候 跟郑主长又打起来 以色列自己就向郑主长发起攻击 我觉得中东这场大战 我可以在这边讲 就一定打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最新的一个讯息是 大家去访问美国的拜登 说你知不支持 以色列进军 对黎兰地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发动攻击 你知不支持 拜登他只是很含糊地讲说 我们认同对黎巴顿政治党来做攻击 但是他没有讲说是知不支持 可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他直接明着讲 他说我们支持以色列 对黎巴顿地区来发动攻击 来消灭黎巴顿政治党 美国跟以色列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战略价值 但这个战略目标来讲的话 也是他矛盾的地方 也就是他们希望说 美国一直希望从中东地区 抽腿出来 撤军出来 然后维持中东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不要再有战乱 可是这两个国家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战略目标就是要打击这些 包括政府党 包括哈马斯 然后以伊朗为首的所谓抵抗制服 他又要殲灭他们 所以这两个目标对他们来讲 彼此是互相矛盾的 你既然又要打人家 你又要在那个地方 求得一个和平进展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7200大概军事基地 它是一个军事基地 我觉得它是类似什么样 因为由它里面的数据分析 跟情报交换 我相信它是一个 以色列北部地区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指挥的枢纽地带 就是类似我们 像我们来讲 它叫恒山指挥所 类似这种基地 它里面有各项的通讯 电子情报的一个数据中心 来做指挥跟通讯联络使用 那当这个地方 连这么重要的地方 你说应该来讲的话 你看它只是用一个7200的代号 代表就以色列来讲 它一定也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不是很容易攻击的地方 那为什么黎巴伦政策长 可以掌握到这个情知 我们前两天还看到黎巴伦政策长 到海法地区用它无人机 重要的港口 重要的军事设施 都给你标绘出来 那以色列也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 这个主要是打海法以南的 这个7200基地来讲的话 就是攻击你的指挥中心 我觉得对这个威胁性是非常大的 那关于伊朗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伊朗这次为首 到底这个伊朗前两天 对以色列发射了200枚的导弹 然后攻击了它几个 这重要的军事基地 还有摩萨德的总部之后 然后我们一直在等说 以色列会不会反击 现在来讲的话 那天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要去跟美国的国防部长 奥斯丁见面 被纳坦雅胡拉住 出发前一个钟头把他拉住说 你不要去 然后纳坦雅胡自己跟拜登通了电话 然后现在这个以色列国防部长 出来回应了这件事情 他说他们会回击的 而且这个回击是精确致密 而且是出人意料之外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击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拭目以待了 到底是对核设施来打击 还是对西乌设施 还是只是说是对他的一些 这个伊朗的这些领袖人物 来施施暗杀袭击 或者是做这些动作 其实我们大家都每天在那边等着 但是现在来讲 我觉得美国已经公开表态了 已经就是力挺以色列 对政助长来发动攻击跟入侵 这是他们这个国务院发言人 米勒亲自在刚刚之前发言讲的话 我觉得中东这场大战 可能会即将开打 那开打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自己台湾要怎么样去想呢 这个时候这个如果说是 对中国来讲的话 会不会刚好就是一个 这个百年难得一遇的一个 际遇的时期 对一个大变局的开始 当你美国力量被拖入到中东地区以后 中国会不会利用这机会 在东亚地区趁这个机会来壮大 然后会不会说是对这个地方 变成它有实质的改变整个 世界秩序的一个主导权 我觉得都是有待我们在观察的 计划打的际遇辑 事情 coupon